古人云父母之爱子,则为知己深远,意思就是父母疼爱自己的孩子,就应当为他们的未来着想,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能够顺风顺水地过完余生,父母爱子本身是没错,但也要懂得掌握分寸,否则就会产生出反效果来。 2002年就有这样一位母亲,她因害怕自己的女儿会遇人不输,竟然想到了以身世序的方法来考验女婿的人品,本是爱女心,却不料一年后竟然离弃失踪,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又存在着什么隐情,点个订阅不迷路。 果然离谱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一事,1985年10月,陈海燕与丈夫离婚了,陈海燕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虽然日子过得清苦倒也很是幸福,陈海燕从小就成绩优异,学习也很刻苦,倒不是为了以后能够走出村庄,只是学习文化知识于她而言,总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但天不遂人愿。 陈海燕在初一那年父亲下地劳作时,突发疾病被送医救治,许是年纪太大又太过操劳,父亲的倒下用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也让这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 董事的陈海燕无奈之下只好辍学回家,在临时找了一份工作贴补一点家用,母亲则一边照顾卧病在床的父亲,一边在做一点针线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眼看陈海燕已经到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年纪, 虽然父母几乎每天都要催促,但陈海燕心里清楚自己的家庭条件太差,与其只能寻一些同村整天在家闲逛的小伙,倒不如去大城市打拼一番,自己养活自己。 就这样,陈海燕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闯荡,但因为自己的学历太低,只找到了一份在书店里获得工作。 虽然每晚只能住在地下室,但也比嫁给村里的混混要好,闲暇之时还能看看书,岂不美哉,在图书馆工作了两年后,陈海燕结识了自己未来的丈夫陈强,陈强是个地道的北京小伙,虽然整天游手好闲,但他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而且整天泡在陈海燕工作的书店里,陈海燕从小就爱学习。 无奈父亲生病,只好辍学早早出来打工,他看着陈强捧着书本的样子,十分着迷,就算对方并没有稳定收入,也愿意嫁给他。 就这样,两人很快结了婚,一年后陈海燕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陈静。 但婚后的生活并不像陈海燕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婚前谈吐儒雅的丈夫,变成了一个银鬼,在外到处偷星,而且陈海燕微薄的薪资成为了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 陈海燕不是没有想过离婚,可看着自己的小女儿刚满两岁,只好对其处处忍耐,但不在忍耐中爆发。 就在忍耐中灭亡,这一次陈海燕忍无可忍,1985年10月,某一日陈强像平时一样半夜踩进家门,他喝得醉醉熏熏,一下踹开了陈海燕的房门,老子要跟你离婚。 这句话这些年来,陈海燕不知道已经听过多少回了,看着旁边熟睡的女儿,陈海燕拉着丈夫走到客厅,以免吵醒女儿,陈强身上浓烈的香水味,熏得陈海燕头疼,但她还是给丈夫倒了一杯温水递了过去, 没想到陈强一把将杯子摔倒地上,拉着陈海燕的头发疯狂地叫嚣老子,说话你听不见吗? 不到三岁的陈静被吵闹声吓醒,跑出房门哇哇地大哭,陈海燕见状急忙安慰女儿,但陈强仿佛疯磨了一般,将妻子和女儿一顿殴打,老子的脱油瓶。 陈强不停地叫嚷着,女儿是陈海燕忍耐的最后一道防线,此事过后,她便和陈强离了婚,因为陈强属于婚后过错方,法院判决其净身出户,房子和女儿的抚养权规陈海燕所有,陈强离开了,陈海燕从此成了。 陈强成为了一位单亲母亲,个中酸甜苦辣,只有她自己才能体会,好在女儿陈静非常懂事,知道母亲的辛苦。 在学习上,也没有让母亲太过操心,2000年陈静顺利地考上了北京某大学英语系,总算熬出来了,拿着女儿的成绩单,陈海燕热了盈眶,为了犒劳女儿,陈海燕报名了一个北戴河的旅游团,希望女儿可以好好玩玩放松心情, 在旅行中,陈静结识了和自己同一个旅行团的游客严卓,严卓比陈静大两岁,此时的她已经工作了,严卓看着肤白貌美的陈静,很是心动,在旅行过程中对她大献殷勤,或许是从小没有父亲的陪伴, 陈静看着眼前这个活泼开朗的小伙子,总是感到心里暖乎乎的。 而且严卓声称自己是中关村一家电脑公司的经理,性格和工作都很不错,陈静渐渐地也喜欢上了严卓,我会爱你一万年。 在北戴河的海滩上,严卓指着天上的繁星对陈静许诺道,这让陈静感动不已,从来没有一个男孩能让自己如此心动。 当晚,陈静就默许与严卓共度粮消,旅游回来后,陈静与严卓也一直保持着联系,陈海燕发觉到了女儿的异常,便小心翼翼地询问女儿是不是恋爱了,陈静也没想隐瞒母亲,而且如今自己已经18岁了。 便害羞地将事情一五一十,全部告诉了母亲,你糊涂啊。 陈静没想到母亲听后,忽然脸色大变,激动地站起身来说道,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 这才认识几天啊,你知道她什么底细吗? 几句甜言蜜语你,就现身了,你怎么这样不自重? 陈海燕接二连三的问句,吓到了陈静。 听到母亲用不自重这个词来形容自己,陈静也坐不住了,我的事不用你管,你还是多操心操心自己吧。 说完,陈静颠着行李夺门而出,干脆住到了学校宿舍,陈海燕第一次见到女儿如此叛逆,也不好太过激进, 便主动让女儿邀请严卓来到家里吃饭,并趁机看看严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晚,严卓就提着水果牛奶就上了门,吃饭期间,陈海燕了解到严卓与朋友在中关村开了一家电脑维修的公司, 每月加上提成能挣六千元以上,陈海燕听后还算满意。 但言语之间透露出对严卓学历的不满,严卓察觉到便立刻保证说将来一定努力攒钱参加高考, 争取考个好大学能够配得上陈静,经过这次上门,陈海燕也再没有阻拦陈静与严卓交往, 陈静也以为母亲或许已经接受了严卓,便沉浸到甜蜜的恋爱中去了, 但她怎么也想不到,母亲表面上像是接受了严卓, 实则是打算暗自到严卓家附近做调查,正所谓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警生, 陈海燕对于自己失败的婚姻一直都没有放下, 同时她也害怕自己的女儿会走上自己的老路, 可是一直阻扰女儿,影响了母女之间的感情就不好了, 于是她找朋友提了一些建议之后,准备自己偷偷调查严卓, 陈海燕通过了解,知道了严卓根本不是什么电脑公司 老板,家住在北京的一处贫民区,学历也不高, 刚读完高中就辍学了,而且严卓口中在中关村修电脑的公司 只不过是在那帮朋友组装电脑罢了,严卓的父母也到处为了儿子打工, 供给儿子日常开销,这一切都和严卓说的完全相反, 陈海燕十分生气,没有哪个家庭会心甘情愿的 把自己的孩子嫁给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穷小子, 于是陈海燕把所有情况告诉了女儿, 与众心肠的告诫女儿,想让女儿和她分手, 陈静很难过,而且严卓是陈静的初恋, 多多少少对她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可是陈静对严卓还依旧抱有希望, 现在是现在,以后是以后,你怎么知道她以后不会变好, 谁也而不能拆散我们俩。 陈海燕没想到女儿竟然会这么倔强, 她只好去找严卓,劝她主动和自己的女儿分开, 可是,这一告诫没有将两人拆开, 反而促进了两人之间的感情, 严卓还跟陈静承诺以后会有想不完的荣华富贵。 陈海燕十分苦恼, 正巧这几天她的朋友来找她出去, 于是陈海燕向朋友诉说到自己的烦恼, 朋友听后建议她道, 你找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姑娘来艳艳那小伙子不就行了? 一余点醒梦中人, 朋友这些话让陈海燕顿时开朗, 如果陈静知道严卓是花心的人, 那么不用我劝她就一定会和她分手的。 于是陈海燕开始准备了, 她找到一些年轻女孩想让她们帮忙, 可是这些女孩听过她的要求后都纷纷摇头, 有的还劝她说, 你女儿谈恋爱, 你就不要管了吗? 陈海燕没有听取, 她依然继续找那些年轻女子, 可是接连几次的拒绝让她无可奈何, 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 陈海燕想到了一个最好的人选, 自己陈海燕年刚四十, 由于保养得当, 而且喜欢打扮, 根本就看不出来是已经四十岁的人了, 自己又是除了女儿之外最能接近严卓的人了, 自己是这个人选再合适不过了。 找到人选后, 下一步就是目标, 陈海燕一改之前的告诫, 时常询问女儿和严卓之间的进展, 还提出了要让严卓来家里吃饭, 陈静不知道母亲怎么会转变得那么快, 可是有一响也许是接受了, 第二天, 陈静就给严卓说过几天来家里吃饭, 陈静将严卓小心翼翼地带来了, 陈海燕对严卓表现出之前没有的热情, 还给严卓加一些饭菜, 这些举动也让严卓惊慌失措, 陈静和严卓本以为陈海燕都已经完全接受了, 每天过得也十分开心, 可是现在的两人都没有料到事情正在发生极大的巨变, 自从上次陈海燕表面接受之后, 就经常请严卓来家里吃饭, 严卓也不扭捏, 只当做提前和丈母娘打好关系了, 2002年8月, 一个普通的周末, 陈静和朋友相约去天津游玩, 要在天津待两天一夜, 周五下班之后, 严卓习惯性地来蹭饭, 只见陈海燕已经做好了一大桌饭菜, 旁边还放着几瓶白酒, 陈海燕对严卓说, 这酒是单位聚餐时剩下的, 开封有一段时间了不能放太久, 不如我们今天就喝了算了, 严卓当即就说没问题, 两人推杯换盏中, 好像忘记了年龄和身份, 不知不觉两人都醉了一些, 陈海燕更是有一些忘情, 她流起泪趴在严卓的肩头, 诉说起这几年自己的孤独, 丈母娘的种种举动让严卓手足无措, 她给陈海燕拿指擦眼泪, 想要拍拍她安慰一下, 可是拍着拍着两人就抱起来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严卓发现自己光着身子吓了一大跳, 她知道自己是犯了大错, 于是马上穿上衣服跑走了, 见到陈海燕后, 两人的眼神都很飘忽, 也不敢对视, 双方之间弥漫着尴尬的氛围, 陈静回到家觉得严卓有一些不正常, 对自己总是逃避, 陈静觉得严卓是有了其他人, 于是找母亲诉苦, 母亲安慰她并劝说我去找严卓聊聊, 陈海燕找到严卓, 对她说, 我只是想测试一下你对我女儿的忠诚度, 可谁能想到你这么禁不住诱惑, 简直是个畜生, 只要你和我女儿分手, 我就当事情没有发生过, 如果你还想继续下去, 别怪我去告你, 说完就离开了, 也不管瘫倒在地的严卓, 回到家, 陈海燕对陈静说忘了严卓吧, 这话明显透露着严卓已经有了其他人的信息, 陈静十分难过, 哭倒在母亲怀里, 2002年11月, 陈静向严卓提出分手, 并且将她这几天的可疑行为都一并说了出来, 还问她的新欢是谁, 严卓没有办法回答, 只好以沉默应对, 不久之后, 陈海燕给陈静介绍了一个新的年轻男人, 陈静为了转移自己的伤害, 就答应这个男人和他交往, 严卓对此什么都不知道, 她想等大家都冷静一段时间之后, 再去求情, 过了半个月左右, 严卓找到陈海燕, 恳求她说是自己错了, 自己还不想和陈静分手, 也不想坐牢, 希望陈海燕可以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陈海燕完全不理会, 她冷静地说道, 要是我把这件事告诉陈静怎么办, 再说, 以后即使你们结婚了, 你该怎么面对我, 之后的日子里, 严卓果然没有来找陈静, 陈海燕也一直给女儿说少回家, 以免碰到严卓, 就在2003年2月20日, 严卓鸣顶大醉, 跑到陈海燕家, 想要见到陈静, 说自己忘不掉陈静, 陈海燕愤怒不已, 让严卓马上滚出去, 严卓怒气功心, 再加上刚刚喝了酒, 意识也没有那么清醒, 你这个阴险的女人, 你毁了我的一切, 我要杀了你, 说完, 她用手掐住陈海燕的脖子, 将她按倒在卧室床上, 又拿了一个枕头, 捂在陈海燕的脸上, 刚开始陈海燕还有意识, 手脚都在挣扎着, 可是过了一会儿, 就没有了反应, 严卓松开手, 发现陈海燕已经没有了呼吸, 她才反应过来, 自己这是杀人了, 怎么办, 怎么才能不让人发现, 冷静下来后, 她将陈海燕的尸体分解了, 分别装在不同的袋子里, 为了制造是陈海燕外出的假象, 她将陈海燕的身份证, 户口本以及存折, 全部都一并带走, 几天之后, 陈静回到家中, 却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 她十分疑惑, 母亲一个人能去哪里呢, 陈静在家里翻来覆去, 发现母亲的存折, 身份证都不见了, 她没有多想, 只当母亲是离家出走了, 2003年3月, 陈静焦急地等待了母亲十几天, 都没有见到母亲回家的影子, 于是她跑去警察局报案, 可是没有陈海燕的去向, 警察也一时犯难, 后来, 陈静先把这栋房子租了出去, 请工人打扫卫生的时候, 工人说墙壁上有一些血迹, 不过大家都没有在意, 觉得不会发生这种事, 2007年, 严卓的兄弟因为盗窃案被抓捕了, 他为了减轻罪责, 争取立大功, 便向警方说起了严卓那天喝醉将丈母娘杀害的事情, 警方听后便立马去核实, 他们发现陈海燕已经失踪了四年多了, 当警方根据线索找到严卓时, 他已经被内心折磨的头发都发白了, 他如实向警方说出了当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时已经结婚两个月的沉静泪流满面, 竟然万万没想到是自己的前男友杀了自己母亲, 他大喊一声, 妈妈, 你怎么这么傻呀? 紧接着就晕了过去, 2008年12月23日, 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严卓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一桩经历五年的杀人案终于落下了帷幕, 可是留给人们的却是沉重的思考, 陈海燕聪明反被聪明误实在是糊涂, 在做什么事情之前都要好好想想, 理智思考, 做完事情后的后果会怎样, 然后再去执行, 切磨一时冲动悔不当初, 点个订阅不迷路, 果然离谱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一事。